亲爱的弟兄姐妹 平安 我们的生命 要每一天愿意献上给主 不管我们现在在怎么样处境 当我们选择这样来亲近他 把生命主权给他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看到神将带领我们 继续的前进 继续的得胜 今天让我们愿意做诗歌 成为我们的祷告 不管过去如何 我们现在如何和将来如何 我们选择把生命献给我们的主 阿们 一起来唱 哈雷雷 我将自己完全献上 毫无保留 放在你的脚尖 所有悔恨 一切称称 无论哭意了 都交多给你 过去的事 过去的事 将来的事 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 我所有希望 我所有计划 全心和全能 都交多给你 祂是神 祝我献上生命 给你 用我一切尽力 来荣耀你生命 祝我献上一切尽力 祝我赞美 神情 能成为心相活迹 祝我献上 祝我献上 给你 哈雷雷雷 是主啊 我们 用走十个层门的祷告 我们也把生命献上 我们的过去 我们的现在和将来 我们也献上 让过去不再影响我们 让过去不造就的 都不再影响我们 好不好 这时候你说 神啊我要放下过去 过去不好的 我也放下了 过去拦住我前进的 所有的不好的经历 我都放下 主要感谢你 感谢你 我们愿意再次 把生命献上 哈雷雷雷雷 好不好 再唱多一次 我将生命献上 哈雷雷雷雷 我将自己 完全献上 毫无保留 放在你的脚前 所有的悔恨 一切的称赞 无论哭意了 都交托给你 过去的事 过去的事 将来的事 还有那没有实现的梦想 所有希望 所有希望 我所有计划 全心和全能 都交托给你 祝我 祝我献上 祝我献上 生命给你 用我一切 尽力 来荣耀你 生命 祝我 献上一生给你 愿我赞美 神情 能成为 幸下 我 尽 我 献上 生命 给你 哈利利亚 是的 主啊 我们谢谢你 这是我们的祷告 哈利利亚 谢谢耶稣 我们知道你悦难我们 你再次叫我们分别为圣 感谢耶稣的宝血 洁净 遮盖 充满我们 圣灵充满我们 再次的让我们的心 也你说 我们要献上生命给你 我们也带着 纯洁的心献上给你 谢谢你 主耶稣 哈利利亚 亲爱弟兄姐妹 神 其实 为什么要我们献上这个生命 因为他就能够 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的心跟我们的人是一起的 心如何 人就如何 所以今天我们要求主 给我们一个纯洁的心 神 耶稣的生命的祭 服事的祭 无论你在做这个事情 神许业 神赐福的 是因为我们有一个纯洁的心 圣经里面有一个叫做该隐的 当他献祭给神 他没有纯洁的心 为什么 当过后 上帝不厌纳他的献祭 就彰显了他里面真正的问题 原来他心里面就怎样 他妒忌他的弟弟 他生气他的弟弟 甚至他也生气着上帝 所以最后他不敬畏神了 他不再谦卑了 他不再有一个纯洁的心了 他就怎样 他就开始起了杀身之念 他就开始的这种想法要把弟弟杀死 所以最后 这个已经邪恶的心 不再纯洁的心 让他真的犯了第一宗 全人类的杀人罪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每一天我们都要保守这个纯洁的心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 十一章的第二和第三节 保罗说过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真杰的同理献给基督 第三节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 士气那向基督所存 所存存衣的清洁的心 就像蛇用诡诈 诱惑的下窝一样 弟兄姐妹 撒旦魔鬼最喜欢让我们 失去一个纯洁的心 或者可以讲清洁的心 或者可以讲单纯对神的心 单纯的爱神的心 单纯爱人的心 来服侍 来成为你家人的祝福 来成为肢体的祝福 所以今天 神要我们像保罗说的 他把这些神的儿女们献给神 是要我们有一个 存着一个纯衣清洁的心 所以今天让我们有纯洁的心 这样的献给神 所以我们需要怎样 纯洁的心不是偶然的 因为我们每天看得听的 我们所经历的会让我们失去纯洁的心 所以我们纯洁的心需要神的话保守 神的话可以保守 神的话带来洁净 所以今天我们来看第一个 神的话使我们有纯洁的心 为什么 因为第一 神的话是最纯正的 在诗篇十九篇第九节说到 耶和的道理洁净 纯到永远 耶和的典章真实 全然公义 人的话有时候 讲了不算术的 对吗 有不信实的 但是神讲的话绝对信实 神的话是最纯正的 神的话是没有 所谓的黑白不分的 神的话没有灰色地带 神说的话说 是就是不是就不是 所以神的话是最纯正的 最纯洁的 所以可以帮助我们 回来我们的心 回来最纯正 阿们 第二个 神的话也是最珍贵的 在诗篇十九篇十节说 都比金子可羡慕 且比极多的金金可羡慕 比蜜甘甜 且比风房下地的蜜甘甜 弟兄姐妹 我们的心需要被滋嫩的 所以神的话能够带来这种的 美好的珍贵的一种的作为 就是在你里面带来爱 带来甜蜜 所以今天我们跟神来亲近 我们每次参加这样线上敬拜祷告 我们的心听了神的话 我们能够恢复对神的爱 对神的感恩 而不会冷淡 不冷不热 对不对 所以今天我们需要有坏的滋嫩 让我们的心恢复那种爱 恢复那种的感恩 第三呢 神的话能够警戒人心 警戒人心 所以在诗篇十九篇十一节说 况且你的仆人因此受警戒 守着这些便有大伤 弟兄姐妹 我们这世界很多的警惕 交通灯也是个警惕 让我们要在红灯的时候停下来 神的话也可以警惕我们的心 因为说我们的心变了 我们的心已经不爱神了 我们的心已经不爱人了 我们的心已经不再是一个单纯服侍的心 或者单纯去工作 为了要成为家人祝福的心 或者我们追求钱财 已经没有正确的心 所以神的话能够警戒我们 警惕我们 可以在我们心里面亮起红灯 让我们知道我们要停止了 我们不可以再做这样的事情 阿们 第四个 神的话可以释放人心 哈利路亚 诗篇19篇13节说 求你拦阻仆人 不犯任意妄为的罪 不容这罪挟制我 我便完全免犯大罪 弟兄姐妹 神的仆人他谦卑说 求你让我的心 不要犯任意妄为的罪 好使我能够脱离这些罪 不再挟制 所以弟兄姐妹 我们有没有被任何罪恶捆绑 我们有没有被任何的眼目情义 可能网络捆绑 可以是games 可以是连续剧 可以是色情的 可以是不造就你的 还有包括小孩子年轻人 我们可能也陷入那些 不必要的game 没有节制 为了game跟妈妈爸爸吵架 为了game没有读书 为了game没有去读书 对不对 或者是没有很好用功读书 然后成绩很差 所以在这里也顺便提醒 神的话可以警惕我们 因为我们的心很容易陷入各样的诱惑 迷惑 所以今天让神的话警戒我们 我们能够恢复一个纯洁的心 最后一个 神的话能够洁净我们的口和我们的心 口和心是一样的 我们的心怎样 我们讲话就会怎样 所以为什么今天我们的心要恢复 诗篇十九篇十四节说 耶和我的磐石 我的救赎主啊 验我口中的言语 心里的意念 在你面前蒙焉 所以弟兄姐妹 神的话能够来洁净我们的心 洁净我们的口 好使我们生命里面 圣经说我们的口是有权柄的 生死在舌头泉下 所以今天我们口所说的 在你的生命 在家人生命 在耳里的生命 在我们的环境是很有能力的 所以我们要恢复纯洁的心 我们就不会在眼里上 错误的抱怨 批评论断 或者是捆绑人 阿们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好不好让我们说 主啊我要恢复一个纯洁的心 我要恢复一个纯洁的心 主啊让你的话也天天这样洁净我 天天的更新我 阿们 好不好你做诗歌来告诉神 恢复我一个纯洁的心 我们渴望 纯洁的心是一个很好能够 被神来带领的心 能够很好地领受神的带领的心 能够走在神正切的道路的心 纯洁的心能够让我们听见神的带领 神的声音 纯洁的心让我们做什么都蒙神耶纳 蒙神的赐福 哈利利亚 好不好一起来唱 纯洁的心 纯洁的心 好让罪不可禁认 永远让你来掌管 一颗专注的心 一颗怜悯的心 得着你的心愿 让这心下的敬拜 只剩到你面前 好吧我们再唱多一次 从我们渴望 从我们的祷告 神在你在唱的时候宣告 神就开始洁净你的心 神的话已经临到了 你的心要恢复 恢复正确的 恢复正确的 因为神要带领我们 神要赐福我们 好不好一起来再唱 各位事 是的我们要纯洁的心 纯洁的心 这是我刻目 一颗紧跟随着 你的心 纯洁的心 这是我刻目 一颗紧跟随着 一颗紧跟随着 你的心 紧紧你的话音 好冷追不可情路 永远让你来掌管 一颗专注的心 一颗灵的心 一颗灵的心 一颗专注的心 一颗专注的心 一颗灵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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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着你的喜悦 让这心下的敬拜 只剩到你面前 纯洁的心 这是我刻目 毕萨你很轻来唱 一颗镜跟随着你的心 纯洁的心 这是我刻目 一颗镜跟随着你的心 好不好开口来祷告 神中崇星是我们一个纯洁的心 是的主啊接近我们 你的话也带来一致绝经 绝经我们每个的心 把你耶稣手放在你的心 把耶稣手放在指向神 是的主啊接近我的心 接近我的心 接近我的心 哦主啊释放我们的心恢夕纯洁 誉致我们的心恢夕纯洁 所有的主啊 不讨你喜业的在我们的心里面 都这时候完全被解禁 完全被解禁 主啊你的话语带来解禁 圣灵的大人恢复恢复 虚哥 让我们纯洁的心 在我们每天的工作服事 让我们纯洁的心对人处事 让我们纯洁的心 做每一件事情蒙你业呢 主啊恢复我们 好吧弟兄姐妹跟我将来宣告 亲爱的主耶稣 谢谢你 我宣告你的话语 这时候带来医治洁净在我的心 恢复我的心 恢复一个纯正的心 一个纯洁的心 除去所有的诡诈 除去所有的欺骗 除去所有的谎言 除去我生命里面 肆意带来的 不洁净误会 离开我的心 释放我的心 洁净我的心 谢谢耶稣 恢复我 恢复我的心 是纯洁的 以致我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能够蒙你烟 蒙你赐福 都能够荣神一人 主啊感谢你 生命在这线上 就你验呢 我纯洁的心的 生命的线上 哈利利亚 主啊感谢你 哦 让我们这一生 就是要紧紧地 做出你的话语 哈利利亚 哈利利亚 请记住你的话语 好乱坠不可情路 永远让你来掌管 一颗专注的心 一颗怜悯的心 得到你的喜悦 让这心相的清白 只剩到你面前 哈利利亚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也需要祷告 我们要认真来读圣经 我们要认真对神的话 好不好 这时候来祷告 使得主啊 更加的看重你的话 我要更加的 好好的灵修 好好的听你的话 好好的 主啊来默想你的话 主啊我要注重你的话 因为你的话 使我恢复纯洁的心 好不好 你要祷告 如果你在之前 都不看神的话 不听神的话 对神的话不认真 回来 回来 因为神的话 才能够帮助我们 恢复纯洁的心 哈利利亚 使得主啊 恢复我们 哈利利亚 恢复我们 恳慕你的话 认真度你的话 认真不想你的话 给我们爱慕你的话 让你的话 天天洁净 天天医治 带来四方洁净 恢复我们纯洁的心 让我们更爱慕你的话 爱慕你的话 主啊谢谢你 哈利利亚 继续说 为着我们 所有的家人朋友 来祷告 我们主内家人祷告 因为我们知道 很多人 心里已经 没有纯洁 才会陷入 各样的 罪恶的行动 无论是眼目其 若其 今生的骄傲 因为人心 吸收错误的一切 以致人不再 纯洁的心 带来很多 人际关系问题 带来很多 不必要的 绕框 也挫败的人生 好不好 这时候我们为着 所有的家人 为着所有我们 所认识的朋友 为着所有的 主内的家人来祷告 求主让他们每个人 都能够恢复 纯洁的心 好不好 开口来祷告 哈利利亚 使得主啊 来恢复每个人 纯洁的心 主有你能够 改变这一切 哈利利亚 让迷惑的心 回来纯洁的心 那时候被魔鬼 欺骗的 回来纯洁的心 让所有已经 骄傲的 冷淡的 不冷不热的 甚至刚硬的 悖逆的 都退去 恢复 恢复纯洁的心 哈利利亚 使得主啊 接近每个家人 接近每个主天家人 你来恢复恢复纯洁的心 带来每个关系的恢复 带来每个人生生命的正确的生命的恢复 正确的心是为人的生命 主啊 我们谢谢你 我们感谢你 恢复每个心 恢复每个心 哈利利亚 好吧 这时候我们更要为国家来祷告 我们知道国家的政府 需要一个纯洁的心 就不至于错误的带领 错误的做事情 错误的决定 也不会那些的纷争 我们来祷告 说的百姓们 要一个纯洁的心 就会陷入各样的罪恶 会陷入各样不必要的 错误的人生 甚至会陷入 成为一个带来败坏 带来这个不造就人的生命 好吧 这时候我们举起首 为国家 我们的政府 百姓都来祷告 不愿意是任何国家 为那个国家的政府 百姓的祷告 有一个纯洁的心 好 现在 说的最恶的权势 就要退去 说的最恶的谎言退去 主啊来洁净心 每个心都恢复恢复纯正 恢复纯洁 主啊有公义正直在我们的政府 有真正的爱国家的心 有真正爱殖民的心在每个政府 主啊谢谢你兴起公义正直的政府 谢谢你来保学洁净正直 哈利利亚恢复人心 恢复人心 所有罪的权势退去 所有贵诈的灵退去 所有的悖逆的退去 主啊恢复纯洁的心 谢谢你 哈利利亚 好吧 这所有宣告忘国忘民 也要经历到神恢复 恢复纯洁的心 好使所有的这些的罪恶的 这个的作为 要退去在每个国家 好使人与人之间那些纷争 我们常常听到 某某人在某一些国家就来枪杀 就来杀害别人 为什么 因为人心没有纯洁 人为了自己的利益 已经陷入苦毒 陷入各样的暴力 陷入各样的这种要伤害人的心 全不是恶者的谎眼睛 在牢笼人心 捆绑人心 所以我们这时候祷告 祷告那些在要作恶的人身上 万国万民 都要恢复纯洁的心 好不好 开口来祷告 主要求你让人的心 恢复纯洁 所有要来杀害人的 所有要来欺骗人的 褪去 所有恶者的权势 要牢笼人心 败坏的褪去 主要求你让人的心 恢复纯洁的心 恢复纯洁的心 让人心是谦卑的 让人心是顺独的 让人心是愿意 抓你恶行的 主要恢复人 纯洁的心 谢谢你 神的座我们感谢你 好不好跟我这样来宣告 亲爱的天父 我们同心可以宣告 万光万民 我们的国家 每个家人朋友 都能够恢复纯洁的心 脱离所有罪恶 脱离所有的坏习惯 脱离所有彼此伤害 彼此抱怨 彼此不造就的生命和行为 主啊感谢你 我们宣告 主啊你的国教降临 借着你的教会 好不好 我们宣告神的教会 也要恢复纯洁的心 在每个地方 成为光和眼 成为光和眼 哈雷雷雅 主啊谢谢你 谢谢你 让我们都成为光和眼 因为我们的纯洁的心 觉得要照亮黑暗中的人 哈雷雷雅 主啊感谢你 使用我们 使用我们 做光 使用我们成为光 使用我们成为光 好不好你来祷告 主啊我要成为光 去照亮所有黑暗的人 给我纯洁的心 感谢你 感谢你 感谢你耶稣 谢谢你 哈雷雷雅 好不好我们也提名为这两个家人 或者朋友祷告 哈雷雷雅 是的主啊 谢谢你给我们纯洁的心 爱他们的心 说我们为这样的一个灵魂来呼求你 哈雷雷雅 主啊感谢你 感谢你 主啊我们谢谢你 好不好开口来祷告 主啊我们带着纯洁的心 爱他们的心 要看到这个生命归向你 主啊谢谢你 我奉耶稣你宣告 主啊我们说 祷告这两个人 他们要经理你 他们要归向你 就在今年 就在今年 无论是我们给他们信息 无论透过我们所说的 透过我们的生命的影响 主啊在今年奉耶稣你 他们要归向你 他们要得到你的救恩 哦谢谢耶稣 谢谢耶稣 谢谢你主 哈雷雷雅 救恩领导他们 感谢耶稣 感谢主 哈雷雷雅 使得主啊感谢你 所以弟兄弟 最后你来默想 让你闭上眼睛 感谢主 神何等 悦纳你的献上 神恢复我们纯洁的心 神恢复你纯洁的心 所以立下心志 每一天记得 让神的话也带来洁净 让神的话也带来意志 让神的话带来释放 让神的话恢复 恢复 所以我们认真对待神的话 你要认真对待神的话 不要再有事情才来读神的话 每一天固定时间 领受神的话 早晚是最好的 早上和晚上是最好的 所以好不好 自己愿意 主啊我要好好的 让你的话早上 带给我新的一天 有信心 有盼望 晚上 让神的话带来洁净 恢复 使得我们不再错误的心态 哈雷雷雅 好不好 天佛把献上 所有祷告 敬拜的 所有的弟兄姐妹 做宣告 他们这样的信实中心 来到你面前 主啊 感谢你 他们的心 每一天可以恢复纯洁 所有不来自神的 已经洁净 不在你里面 你的心恢复纯洁 神何等许悦你 无论是做父母的 做儿女的 神许悦你 神许悦你 所做的一切 因为你纯洁的心 所做的 神悦纳你 神必使你蒙福 神必你所所做的 能够为神 做所不作为 居上不居下 你的生命要经历到 神的一个的神迹 更大的神迹 突破性的神迹 因为你那纯洁的心 是神许悦的 线上的记 神必与你同在 神必恩高你 你的口是恩高的 你所说的是有能力的 你所做的是有作为的 你的事业也好 人际关系 你要带领的一切 所做的一切 所服侍的一切 更有果效 哈雷 因为你纯洁的心 神许悦你 圣灵恩高也在你身上 因为你纯洁的心 吸引着圣灵的高谋 圣灵的恩高在你身上 使你能够成为 神所大大实用的器皿 哈雷 主啊感谢你 赐福弟兄姐妹 赐福每个家庭 赐福每个事业 赐福每个做生意的 赐福每个人际关系 我会宣告 这纯洁的心 带来身体 恢复得意志 所以急定离开你的身上 哈雷 感谢耶稣 赞美主 谢谢你 我们要紧紧的花意 哈雷 紧紧的花意 好凉醉不可敬荣 永远让你来掌管 一颗专注的心 一颗怜悯的心 得着你的喜悦 让这心向的敬拜 只剩到你面前 使得神 验纳我们的献上 当我们每一天 保守一个纯洁的心 阿们 神的座位必跟着你 神何等的要赐福你 哈雷 好不好 宣告诸道文 我们在天上的父 愿人都尊严的名为圣 愿你的国降临 念念之意行在这地上 如同行在天上 我们热用饮食 今天赐给我们 免我们的债 如同我们免人的债 不叫我们意见试探 请我们脱离凶恶 因为国度全并荣耀 全是你的直到永远 阿们 愿神赐福你 阿们